在這個物質化的社會 我們現在越來越偏向透過外造的物品 而向其他人身上貼上標籤 就好像如果一個人的手上戴著一隻明貴的手錶 這樣遠比一個看起來乾淨整理的人 所帶來的吸引力更加之大 愛情當中的一句 以天地為民的承諾 永遠在一個三仿兩天的物業面前 樂言顯得多麼蒼白無力 而今天所說的這宗案件 發生在美國的新墨西哥州40號 周濟公路上的女警員執法紀錄儀裏 一條長達二十多分鐘的影片引起了熱意 而這條影片內容是 一名喊著女子因爲車禍爆胎 被巡邏警員發現 另一名警員打算上前提供幫助 其後在確認基本情況之後 竟然發現這名女子和一宗凶案有關 究竟她所犯的是什麼事 安城的來龍去脈又是怎樣的呢 一起跟著吳Sir來了解一下 大家好 歡迎來到Z檔案 我是重案調查員吳Sir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案件就是 情婦上位不成 反謀害藍有案 這宗案件發生的地點在美國紐約的法拉城 而這一個地方是美國紐約皇后區的一個區域 在這幾年逐漸成為了亞裔移民聚集的地方 亦因為這樣 法拉城逐步發展成為擁有輕旺的商業區 以及規模龐大的住宅區 其中當地人口有五成半的居民都是亞裔的 而當中大多數都是中國居民 在法拉城的街頭 隨處可以見到各種漢字的招牌 如果不是偶然有美國的警車出現 有時候都會忘記自己置身於國外 而隨著經濟的發展 法拉城的夜生活越來越豐富 夜晚的街道也十分繁華熱鬧 可以說是令人流年忘返 而案件中的男主角 Justin Lee 就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下生活了 Justin 在1993年出生於福建 案發當年26歲 在他7歲的時候 就跟著父母移民來到美國的紐約 他們一家三口來到美國之後 一起由零開始 他的父母在當地做起了中餐飲食的生意 而經過一直以來的努力 Justin 一家人 終於都可以在紐約這個大都會站穩站腳了 並且生意越做越好 並且越做越大 當他們有了一定的積蓄之後 就在當地買了一間獨立的別墅居住 之後他的父母在紐約皇后區貝爾大道 為兒子 Justin 購買了另一個物業 他的父母努力創造出優越的家庭環境 令 Justin 在成長的道路上 並不需要花費太多的力氣掙扎求存 就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生活環境 之後 長大後的 Justin 娶了一個比他小四歲的墨西哥裔太太 而婚後的妻子為 Justin 帶了兩個小朋友 而他們一家人為了小朋友 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條件 於是 Justin 的父母又為了孫仔孫女 特地購買了一套優越的孝妄房屋 一向二來新手範來張口的 Justin 生活上的一切大小事 都有他父母說他安排好了 而這種安穩富裕的生活 並沒有令 Justin 感覺到滿足 於是他開始頻繁出入法拉城的各種娛樂場所 而且在他頻繁消費的期間 認識了當時在夜總會工作的鄧小寶 而這個鄧小寶原名叫鄧海燕 1990年出生於廣東 案發當年三十歲 在鄧海燕的社交平台上看來 他的大部分內容 都是展示自己健身時候的日常 以及時不時表演 自己好像名換一樣的生活相片 相片當中 無論是身材還是樣貌 鄧海燕都屬於佼佼者 完全是一個白富美的形象 但其實在光鮮的背後 他在現實的生活當中 是法拉勝夜總會的一名坐桌小姐 他的工作總是圍繞在不同的男人身邊 而因為美貌以及身材優勢 工作幾年之後他鄧海燕 更加任職上夜總會的媽媽 也可能是年過三十的原因 鄧海燕深知自己的這份工作 靠的是年輕和茅美 而他自己在年齡上已經逐漸失去了優勢 所以他開始心急 想要找一個好的歸宿上岸 而Justin 的出現 就成為鄧海燕的目標 之後 Justin 就成為鄧海燕 眾多的男朋友之一 在鄧海燕的眼中 Justin 的樣貌普通 但是他的出手就十分闊長 而且家境優越的Justin 和鄧海燕心中的理想對象 除了樣貌之外 其他都幾乎是吻合的 所以兩個人只有在交往的一年多時間裡 期間的鄧海燕 曾經多次慫恿Justin 和現任的妻子離婚 希望對方可以一心一意地和自己在一起 而Justin 表面上 對鄧海燕立下山文海誓 他這樣做 其實只是希望可以繼續和對方親熱前面 但其實只有他內心才知道 他對鄧海燕只是逢場作氣 他更知道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妻子 而且他還有兩個小朋友 而小朋友也需要完整的家庭 所以他肯定不會給一個名份鄧海燕 在繼續相處下去的時間 鄧海燕也感覺到 Justin 對自己只是虛誠假意 對方並不是真正想和自己在一起 之前所許下的承諾 只是用來安慰他 鄧海燕十分之失望 他在社交平台裡寫到 男朋友存在意義到底是什麼 怎樣才是男朋友 我已經被現實模糊了 但他一心想成為Justin 唯一的女人 鄧海燕為了上位 他再去到Justin 的家 與Justin 的妻子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和打鬥 後來甚至驚動了警方 在之後的日子裡 鄧海燕依然不停催促Justin 離婚 但對方就選擇敷衍或無視他的說話 而他看到本來就是要到手的獵物 對自己變出這樣的態度 令他一直處於眾多男人擁護中的鄧海燕十分不滿 其後鄧海燕向Justin 提出 如果想和自己分手 就要付50萬的訂購費 而這樣私自開口的條件 對 Justin 來說 當然他是無法接受的 二人亦因為這樣發生了矛盾 而在這個時候 鄧海燕的心裡已經麻了一顆復仇的種子 2021年的9月 Justin 的妻子多次打電話報警 聲稱自己的丈夫失蹤 並且懷疑他在法拉城的情婦家 希望警方可以前往調查 以確保她丈夫的安全 在這裡可以看得出 Justin 的太太都算是有情有義了 明知道丈夫出軌 但仍然擔心她的安危 9月19日晚上7時半左右 警方向Justin 的太太再三要求下 前往法拉城鄧海燕的住所一探究竟 而當他們倒塌的時候 亦都被眼前的哩幕嚇了一跳 當警方來到鄧海燕的住所門口的時候 開門的是另一個女人 原來當時鄧海燕的單位 是跟其他人合租的 而鄧海燕當時並不在單位裡 警方看到鄧海燕的房門緊閉 於是他們將房門打開 發現鄧海燕的床上 有一具被床單包裹著的男士圍體 而死者的頭部是中了槍的 身上有多處被利器擊打的痕跡 床單上更加染滿紅色 經過法醫的檢驗和比對 這具遺體就是失蹤多日的Justin 並且她的死亡時間已經超過了一天 警方立刻發佈通緝令 在全國的範圍裡搜尋鄧海燕 在案發之後 鄧海燕拿了Justin 的銀行提款卡和信用卡 之後拿走了對方的白色Audi A6房車 警方去到鄧海燕工作的娛樂場所調查 根據當日上班的其他同事表示 2021年9月17日晚上 是最後一次看到Justin和鄧海燕在房裡唱歌喝酒 之後鄧海燕就沒有再來上班 而Justin 的死訊 已經在鄧海燕的同事之間瘋狂流傳 並在娛樂場所工作的職員之間流傳 鄧海燕帶有30萬美元現金 早就走老了 現在應該已經逃亡到加拿大了 但警方覺得鄧海燕一直以來 所持有的只是旅遊簽證 他一直沒有申請綠卡 又或者擁有合法的身份 而這樣的情況是沒有辦法進入加拿大 就算是用非常規的手段進入加拿大 都需要一定的時間 而現在距離按發的時間 只是剛剛過去了兩天 所以警方肯定鄧海燕一定還在美國的境內 按發當日 Justin 所駕駛的 是一輛RD A6房車 但在按發之後 這輛車就不見了 而這輛車其實並不是 Justin 的 而是他一位姓陳的朋友幫他租回來的 而這位朋友在9月18日中午 就已經聯絡不到 Justin 了 於是他朋友陳先生 就馬上聯繫到租車給他的那間車行 要求定位這輛Audi到底去哪裡 而車行那邊 直到9月19日下午才有時間去處理這件事 但 GPS 顯示 這輛Audi當時並不在紐約 而是已經去了300公里之外 賓夕凡利亞州的一間 shopping mall 而這輛車現在已經在這個地方停泊了超過16個小時 如果按照時間推算 按發現場 他們汽車停放的位置是需要行駛3個小時 這樣鄧海燕應該在9月19日下午5點之後 才可以按發現場 並且在賓夕凡利亞州這裡棄置這輛車 警方馬上到達汽車的停車場 調取現場的監控畫面 並且確認鄧海燕在汽車之後 駕駛了一輛賓夕凡利亞州車牌的 舊款銀色本田CRV離開 而警方迅速調查到這輛車的資訊 發現鄧海燕已經駕駛這輛車離開這個地方超過一天的時間 在美國一個這麼大的地方 如果想找到鄧海燕 就等同於大海流針一樣這麼困難 就在警方一籌莫展 還在俘虜著 如何找線索拘捕鄧海燕的時候 天網恢恢下 鄧海燕就機緣巧克感出現在警方的面前 2021年的9月22日 也即是案發三日之後 美國新墨西哥40號周制公路上面 一名巡邏的女警員 看見一部銀色本田的SUV爆了胎 並且停在路邊 而這位女警員一開始並沒有太在意 以為只是普通的交通事故 並且相信司機在路邊等待救援 當她巡邏一個小時之後 再次經過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部車仍然停留在這裏 好心的女警員打算上前 詢問一下對方需不需要幫忙 而英文水平一般的鄧海燕 向警方表示 自己在等朋友從附近的阿爾巴克機過來 又問女警員有沒有其他辦法可以幫到她 而女警員就問她從哪裡過來 其後看到鄧海燕的車牌之後 又問她是否從賓夕凡尼亞州過來 而鄧海燕就一直答非所問 女警員之後表示 自己可以問一下附近的同事 有沒有視頻打開借給她用 當女警員向身上的對港機 講出鄧海燕車牌訊息的時候 而對港機傳過來的答覆就是 這部車是紐約兇殺案 嫌疑人所隔離的車輛 而在這個時候 當時這名女警員並不清楚 鄧海燕聽不聽得懂對港機所說的事 而這個時候 鄧海燕開始倒下頭看手機了 並表示自己要打電話給朋友 她更努力做出無辜輕鬆的狀態表情 之後女警員想方設法拖延時間 等待同事的支援 而表面淡定 但內心波難起伏的警員 堅持不斷找話題和鄧海燕交談 避免對方有太大的情緒波動 而做出失控的舉動 這段時間大概維持了10分鐘左右 鄧海燕說她自己很冷 要回上車拿回衣服 但警員因為擔心鄧海燕另有企圖 因為如果她回到車裡 是拿出致命武器的話 這樣後果終會不堪設想 而因此這名女警員努力用言語 轉移鄧海燕的注意力 並且阻止鄧海燕靠近她的車 但鄧海燕並不因為這樣而停下來 於是女警員只可以出手阻攔 並且試圖用手扣鎖住對方 同時鄧海燕也拼命反抗 更加用她並不流利的英文反問道 為何要這樣 女警員回答她 我要檢查你車裡有些什麼 但鄧海燕就是不肯就範 兩個人一直僵持大概10分鐘 直到一名路過陌生男子停車相助 鄧海燕斯特爾制服 其後前來支援警員也相繼到突然 而這個時候的鄧海燕開始明白 自己已經掩飾不到自己所做的事了 她也不再掙扎 而是反問警方為何要這樣對自己 鄧海燕向警方表示 我已經懷有生孕兩個月了 我是不會走的 你們相信我吧 你們綁得我太緊了 這樣對我的嬰兒不好的 而整個過程當中 鄧海燕並沒有表現出警方的表情 只是不停抱怨 以及顯露出無奈的神態 在警方搜查鄧海燕鎖鎖車輛的時候 竟然發現了一支已經上課的槍枝 很有可能鄧海燕當時不停地找藉口 要靠近他的車 就是想拿出武器為自己脫身 除此之外 車上還有Justin 的信用卡 而經過鑑定之後 武器裡的子彈 和被害人Justin 所中的子彈是一樣的 鄧海燕被拘捕歸案之後 被帶到新西哥州的看守所裡 並在12月份的時候 接受了紐約法庭的審理 在2021年12月30日的審理過程當中 鄧海燕被起訴4級非法持槍罪 而給謀殺罪等9項的罪名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將會面臨25年 甚至終身監禁的判決 而這個時候的鄧海燕 已經為人5個月了 當他被問及 有沒有為自己所做的事而感到後悔的時候 鄧海燕始終都是低頭一言不發 庭審的時候 他更加發現自己的過錯 並且堅持上訴 之後鄧海燕的律師要求法院 要向鄧海燕提供必要的醫療照顧 於是主審法官 只可以將庭審的時間押後 直到目前 都還未有進一步的庭審消息透露 正所謂哀奇不恨、怒奇不爭 Justin 原本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但他卻並不珍惜 反而要招惹是非 最終樂得這麼年輕就要離世的下場 可憐他的父母只能夠白頭人送黑頭人了 他的妻子也要面臨一個破碎的家庭 而小朋友便會生去自己的父母 鄧海燕為了一己的私利 令自己的嬰兒因為自己所犯下的過錯 要在媽媽的審判過程當中來到這個世界 更加不知道這個小朋友即將會迎接怎樣的命運 不知道現在身為人武的鄧海燕 有沒有後悔他當初的決定呢? 伍Sir認為 如果你喜歡你的頻道 請你給我一個Like 以及記得訂閱 以色檔案伍Sir的頻道 伍Sir也新增了會員的制度 希望可以製作更多優質的影片 以及會員優先看和轉向的片段 希望大家可以熱烈支持 若然伍Sir最初的案件可以引起你的共鳴 請你動下你的首節 用Superfans支持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你們還沒來嗎? 我們還沒來嗎? 還沒來嗎? 最不太久 一小時 你真的要來嗎? 我還沒來嗎? 在幾個小時 還沒來嗎? 你住在哪里? 你会跟着我 你带我去这个 你带我去这里 带他 你带我带你去那? 你带我去 我让他们来过来 他要来自我逛的車 你带我? 我现在带我去 我看你車看 我可以幫你車 你可以幫我嗎 我可以幫你車看 你可不可以嗎 我看你車看 你做得好 什麼事 站在街上 我不知道 Manaul Yeah 580 Let me see if I can take you there to Manaul You take me out? I have 28 out of Pennsylvania Yeah And I'll be able to take you Another one? Yeah Lincoln Mary William 2597 I'll be out with 41 It's only that side? Yes Let's see on this side This is okay Oh Just this You don't have one inside there? No No It's just Oh my God And I take it Yeah How fast were you going? Slow? Slow Just 60 60 60 miles Oh okay Let me see Let's go over here And then let me go see if I can get a tire And they could come fix it for you And you could just go Let's go over here 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 Let's walk this way 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 I take my back? Oh no I'm going to go see if they can get a tire for you No I take my back No you don't need your back 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 I'm flying You're coming from Pennsylvania? I'm flying Dang It's far away How far? How many hours?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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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rs? You've been driving ten hours? You're not tired? I'm not tired Oh man Let's go over here and let me go see call someone see if they got a tire for you and they could come fix it Come on He fixed me? Yeah But you gotta go I gotta go see if they got a tire Pencil? Ten hours? No maybe eight hours or nine hours No ten hours Oh okay Oh okay Copy is going to be a reference to a homicide suspect out of New York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10分钟的时间 对吧 对吧 我认为我能够取出一台 然后他们会修改它 然后你能够走上去 他能够取出一台 但我必须能够取出一台 我能够取出一台 你不能够取出一台 对吧 对吧 因为你没有够取出一台 对吧 对吧 他有够取出一台 对吧 对吧 我叫人去看他们有够取出一台 对吧 我必须能够取出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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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idn't know. Let me call this person right here They hung up on me Oh, yes ma'am. I was just wanting to know if you have any spare tires. Yeah, I'm going to see if they have spare tires for you. You know?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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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out here with a stranded motorist with that 28 I gave you. Yes. No, no. No, no. I'm at the 191. I-40. I-40 westbound at the 191. Alright. They're going to look to see. They're checking if they have any spare tires for you. If they could come fix it. Yes. I don't know what Pony Express. No, it's out here at the 191. Yep. Yeah, they're checking right now. What wa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Wan. Wan? Wan. Wan? W-A-N-G. Oh, W-A-N-G. I'm Selena. Hello. Nice to meet you. Hello. They're checking right now to see if they got any tires. How long are you getting here? They're right here in this next town right here. Okay. They're coming here? They're coming here. If they have one. They're coming here one hour? No, not one hour. Less than one hour. 30 minutes. Yeah. Because it's just right here in the next town. They're checking. Hello? Yeah. No. Okay. Al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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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They're going to call me back. No, I get the car. It's cold. Are you cold? Oh, okay. Hold on. Just wait for a minute. Is it cold? Yeah. Aren't you from Pennsylvania? It's not cold there? It's cold. No. It's warm? It's cold too. Oh, in both places it's cold? Yeah. Yeah. Can I take the clothes? Huh? I go to the car and take the clothes. Oh, you need clothes from there? Yeah. Okay. Hold on. What did you need from there? What? What did you need from there? What do you need from there? What do you need from there? Clothes. Huh? Okay. Alright. Well, just hold on, okay? Right, right here. Right, right here. I don't know because I don't know what's in your car. Hold on. You just need a sweater? Yeah. Okay. Is it in the front or the back? Yeah. Let me see. Hold on. You can open. Okay. Well, I don't know what's in there. I just got to make sure that there's no one else or anything else in there. You can open it. Okay. Just for right now, let me see if your hands. Let me see your hand. Why? So, I'm going to just detain you for a little bit until I figure out what's in your car. Let me see what's in your car and then I'll get you your jacket. Okay, okay.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What do you mean? Why? Huh? Because I'm going to see what's in your car. What you... Huh? Why you cut me? No, I'm going to just detain you for I can see. Get your sweater. Yeah, but... Why you cut me? What? Why you cut me? Because I'm going to get your sweater. Hold on. I'll get your sweater. Just hold on.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Hold on. Oh, my God. It's in your car. You're not going to get back. You can see it. Okay. You can see it. I'll hold on. Okay. You can see it. Turn around. Okay. Turn around. Oh, my God. Okay, hold on. I'm tired. Stop right there. Uh-huh. Stop right there. Oh, tell me. Hold on. Tell me. What happened? Stop moving.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Turn around. Oh, my God. Stop. Get on your belly. Get on your belly. Stop. Stop. I know.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Nothing happened. You're moving around. I know. Stop moving. You put me out. No. Stop. Okay. Put me out. No, I'm not getting you out. Uh-h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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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Turn on your belly. Get on your belly. Get on your belly. Oh, my God. I'm too tired. Get on your belly. Stop. Oh, my God. Uh-huh. What happened? Stop right there. What happened? You. Stop moving. You're moving. I know, but you put me out. I just stanned. It went down to your belly. 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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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h-huh. Stop. I don't want to go anywhere. Uh-huh. Stop. Uh-huh. Help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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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top. Stop. What are you for? Help me. Stop. Uh-huh. I have help. Oh, my hair fell.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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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h, we're checking for weapons Stop moving! Stop moving! Who are you? He's helping me because you kept moving Who are you? Get up You ready now? Yeah, I appreciate you Come on roll down underneath. There you go Stay right there Stop moving Why were you trying to get in the car? I told you not to get in the car I'm going to stay here okay I'm going to stay right here Come on I care what you got there You good? Yeah it's just Sorry they gave us wrong 49 dude I know dude I heard Just for a second Sit in there okay Take off your shoe Take off your shoe Take off your shoe Pick your feet up Pick your feet Step right here Ding up against the car Sweat your legs Sweat your feet Sweat your feet I appreciate you Are you okay? Yeah When I was coming down the road And I looked over and I saw you wrestling with her I hit the shoulder and backed up And ran over here to help her I appreciate you Yes ma'am I remember you You're from Mexico Here? Yeah I talked to you at the Maverick Station On Wontabo that morning When the weather was all nasty I don't remember now I'm sorry It's no big deal You were dealing with all the big wreck And the big pileup And all that stuff Right I remember your face So Was there another passenger? No Oh okay they must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him And then they said they were in the field Thank you Oh no I ain't man It's nice I stopped to help He's not involved Copy not detecting That's why it's out I told you not to get in the car You kept on trying to get into it You kept on trying to get into it